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 为促进台湾产业输出国际 自2018年起 通过筹办的品牌建博奖征选计划 选出台湾中小企业之优良品牌 于2022年在侨务委员会指导下 新增海外侨台商组 宣发出世界各地发展有成的优良侨台商 并拥出世界各地发展有成的优良侨台商 连结海外商会组织能量 协助国内中小企业品牌迈向国际 让台湾品牌在世界发光发热 我们要感谢 祝越南代表处 乔务秘书太平山 他的推荐 那也要感谢 主办单位以及评审委员的支持 然后让我们的努力 跟我们的认真被看见 那其实我要感谢 我的贤内助 让我在越南能够挥洒自如 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我要感谢我们的股东 曾兴辉董事长 还有张兴建董事长 他们很耐心地 看我们一天一天地 把我们的品牌 跟我们的商业建立起来 同时我要感谢我们越南的股东 阮飞和律师 他中央及地方的人脉关系 以及他的法令遵循 让我们可以心无旁诡 可以高枕无忧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要感谢我们的越南经营团队 他们照顾到每一个细节 如果没有他们努力 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奖 那我们过去在越南呢 我曾经担任过 十年连续十年 驻越南代表处 双十国庆的司仪 以及侨委会宣位侨胞的晚会的司仪 也连续两年担任 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秘书长 那未来荣进也会秉持这个初心 跟侨委会来密切来配合 然后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 来团结我们的侨介 让我们的台商在越南 能够也能够高枕无忧 做我们越南侨台商的 最强的后盾 谢谢 未经许的 Malc 卢标 要求您 你说 这次